周日中午来自纽约的上千名法轮功学员 在华人社区法拉盛举行了盛大游行 纪念1999年4月25日 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22周年 请看记者柯婷婷在现场的报道 这里是法拉盛主干道缅街上 今天法轮功游行队伍将会分为三大方阵 现在镜头正在看到的是 打头阵的法轮大法好方阵 在祥和的练功音乐下 法轮功学员展示法轮功的动功功法 亮丽的条幅上写着中英文的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大字 吸引过到两旁民众拍照留念 我真的很高兴 希望全世界都能成为这样 安静 正确的事情 所以我来到这里 紧随其后的事停止迫害法轮功方阵 有民众向对武术大拇指 表示要解体中共 结束迫害 共产党主要说存在一天老百姓都不会有什么好几个 非常好 得到多助十道寡助 相信那个正能量总是那种黑暗的一面早晚会结束的 希望所有人都支持法轮功吗 防受害的人讨回一个公道 最后是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带来的声援3亿7500万勇士汇出中共党团队方阵 1999年4月25日 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中南海和平上方 要求合法修炼环境 425被誉为中国上方式以来最大规模的和平理性上方 局势瞩目 可是中共却在425后发起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至今仍未停息 向人们表达法轮功反迫害的决心 同时呢 我们也希望唤醒更多的人 了解中共的邪恶本质 共产党的中国是一种压力的社会 而是一种警方的国家 法轮功的法轮功是不正确的 而是非法轮功的 唯一是我们将来未来的民族的希望 二十多年来 亿万法轮功学员面对空前的血腥镇压 仍然坚守信仰 希望让更多民众了解真相 拥有美好未来 新唐人纽约记者站报道